十个人生建议,写给1%的人,深度长文,详细版。 一,在99%的时候,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了。 克服行动前的恐惧,最坏的情况是什么?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,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创业失败。 你可能会损失所有的积蓄,并且需要重新找工作。 针对这个可能性,你可以制定补救措施。 例如,在创业之前,先积累足够的资金和经验。 制定详细的创业计划,并做好风险评估。 准备一份备用计划,以便在创业失败时可以快速调整方向。 行动会带来哪些正面影响?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,行动可能会带来以下正面影响。 获得更大的成功和财富,实现自我价值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积累宝贵的经验和人脉。 不行动的代价是什么?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,不行动的代价可能是,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。 在稳定的工作中,碌碌无为,无法获得更大的突破。 可能会因为错失机会而感到遗憾。 按例,2020年初,新冠疫情突然爆发。 许多企业倒闭,很多人失业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些人选择继续待在家里,等待疫情结束。 但也有许多人选择抓住这个机会,开始创业。 他们利用互联网平台,开发新的业务模式。 取得了成功。 2023年,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。 许多传统行业受到冲击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些人选择继续从事传统行业,等待被淘汰。 但也有许多人选择学习人工智能技术,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。 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,行动的意义。 战胜恐惧,获得成长,减少未来的遗憾。 二,习惯比偶尔的冲劲来得更可靠。 改变习惯的方法,改变身份认同。 例如,你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。 你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。 你可以做一些身份认同相关的事情。 例如,购买运动装备,加入运动俱乐部。 阅读健身书籍,观看健身视频。 与热爱运动的人交朋友,互相鼓励。 案例,小明以前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。 他经常熬夜,很少锻炼。 后来,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,开始每天运动。 他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,并严格执行。 他还加入了一个健身俱乐部,与其他运动爱好者一起锻炼。 经过一年的努力,小明成功地养成了每天运动的习惯。 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,人也更加自信。 小红以前是一个不爱阅读的人。 他总是觉得读书很无聊。 后来,他决定改变自己对阅读的态度。 开始尝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。 他从一些简单的,有趣的书籍开始,慢慢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。 他还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,与其他爱读书的人一起交流心得。 经过一年的努力,小红成功地养成了每天阅读的习惯。 他的知识面变得更加丰富,人也更加有内涵。 改变身份认同的注意事项。 不要过度执着于某个版本的自己。 不断进步,抛弃自我限制的身份认同。 三,看待一个人的标准。 观察一个人如何对待与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的态度。 案例,在餐厅吃饭时,观察服务员的态度。 在公共场合,观察他对其他人的态度、意义。 反映一个人的同理心和尊重他人程度。 帮助识别值得长期交往的人。 四,我们对自己说过最大的谎言。 就我不需要把东西给写下来,我记性很好。 记录的重要性,提高记忆效率。 方便查阅和学习,管理时间和生活。 记录的方法,使用手机备忘录。 一,在99%的时候,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了。 克服行动前的恐惧,最坏的情况是什么?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。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创业失败。 你可能会损失所有的积蓄,并且需要重新找工作。 针对这个可能性,你可以制定补救措施。 例如,在创业之前,先积累足够的资金和经验。 制定详细的创业计划,并做好风险评估。 准备一份备用计划,以便在创业失败时可以快速调整方向。 行动会带来哪些正面影响。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。 行动可能会带来以下正面影响。 获得更大的成功和财富。 实现自我价值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积累宝贵的经验和人脉。 不行动的代价是什么? 例如,你想辞职创业。 不行动的代价可能是, 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。 在稳定的工作中,碌碌无为, 无法获得更大的突破。 可能会因为错失机会而感到遗憾。 行动的意义战胜恐惧, 获得成长, 减少未来的遗憾。 二,习惯比偶尔的冲劲来得更可靠。 改变习惯的方法, 改变身份认同。 例如,你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。 你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。 你可以做一些身份认同相关的事情。 例如,购买运动装备, 加入运动俱乐部, 阅读健身书籍, 观看健身视频。 与热爱运动的人交朋友, 互相鼓励, 案例。 小红以前是一个不爱阅读的人。 她总是觉得读书很无聊。 后来, 她决定改变自己对阅读的态度。 开始尝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。 她从一些简单的, 有趣的书籍开始, 慢慢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。 她还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, 与其他爱读书的人一起交流心得。 经过一年的努力, 小红成功地养成了每天阅读的习惯。 她的知识面变得更加丰富, 人也更加有内涵。 改变身份认同的注意事项, 不要过度执着于某个版本的自己。 不断进步, 抛弃自我限制的身份认同。 三, 看待一个人的标准。 观察一个人如何对待与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的态度。 案例, 在餐厅吃饭时, 观察服务员的态度。 在公共场合, 观察他对其他人的态度。 意义, 反映一个人的同理心和尊重他人程度。 帮助识别值得长期交往的人。 四, 我们对自己说过最大的谎言。 就我不需要把东西给写下来, 我记性很好。 记录的重要性, 提高记忆效率。 方便查阅和学习, 管理时间和生活。 记录的方法, 使用手机备忘录。 Gemini显示的信息包括与人相关的信息不一定准确。 请注意核查, 你的隐私权与Gemini应用。